宽县法师,古代人三妻四妾算邪淫吗?果报严重吗?问题。师父您好。现代人出轨是邪淫,果报很惨,可能要下的狱,那古代人三妻四妾,像皇帝都有后宫加厉三千,那他们算邪淫吗?果报严重吗? 是不是古代社会认可这种事情,所以后果就不会很严重。感恩师父。宽县法师,这是操古人的心,但是你现在回不到古代了。现代人出轨当燃犯邪淫,因为不但伤害自己,还会伤害两个家庭的子女和其他成员。 他其实是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而且邪淫会引发其他一些过失。犯了邪淫,就要不断地撒谎,不断地隐瞒。 每天人前人后戴住假面具,两边都照顾得很好,天天说谎,说一句谎话要十句谎话来源,人活得特别累,特别压抑。 为时宗里面讲种子起现形,现形熏种子,这个种子是托家带口的。 一个恶业起现形会带起很多恶业的现形,犯了这个最会引发一串的恶业,反之,你要生起善业也容易引发善业。 但是一般来讲,恶业的力量太大,会导致我们一天到晚恐怕90%以上都是恶业。 古代和现在情况的却不一样,古代的法律也好,社会道德也好,确实有三妻四妾这种情况。 三妻四妾在古代不是出轨,当时的民俗就是这样的,她不用撒谎,她是符合法律和道德底线的,不算邪淫。 当然她也不是默有底线的,她有要求的。 只要你不违背这个底线,你符合她的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话,对其他家庭莫有那么大的伤害,所以她的过失就比现在小。 当然,那个时候也有一夫一妻的,肯定是比三妻四妾更好。 但是古代也有邪淫,妻男罢女的,过了那个底线就属于邪淫。 现在我们已经回不到古代了,所以不用为古人操心。 请不吝点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